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了台北 来到了台湾 那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中 在它的本身的定位的意义上 完全是不同的 完全是特别的 那同时间去年的8月31号 就是香港的太子战的悲剧 到现在真相被掩盖 从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从香港一直透过大疫情 延伸到整个世界 今天地球上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那地球上想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就得把中国共产党剔除出这地球的本身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捷克 捷克议长带了89个人 其中包括布拉格市市长 捷克到台湾进行访问 1989年 1989年整个东欧解体之后 捷克自身独立 变成了这个民主自由的法治的国家 在过去的时间里 捷克本身是蛮有趣的 对吧 在当年就有布拉格之春之说 反对苏联 反对苏共的一切 布拉格之春 苏共把他给镇压了 那后来在这一次 就大概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议会的议长 老议长就要出访台湾 中共恐吓 还把那老议长恐吓完了 第二天 第三天 这个人没了 走了 所以里面有很大的成分 是有中共的恐吓在里面 出了人命了 那这件事情在捷克影响蛮大 新任的议长 就是发誓要去台湾访问 然后大概在30号 这有个时间的问题 30号他们到达了台北 戴着是台湾捐赠的口罩 都印着中华民国国旗 举着中华民国国旗89个人 其中包括死去的老议长的太太 来到台湾 进行历史性访问 正面接受台湾中华民国 在国际社会中 是一个独立的宪政政体 没有过 这么多年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 所以就出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你说台湾努力了什么 台湾争取了什么 它其实没有做什么任何改变 台湾是在中共 习近平选的这个 这个韩国瑜 选的国民党 在夺取台湾的过程中 在天意的背景之下 土崩瓦解 片甲不留 对不对 而你要记住 今天国民党也好 韩国瑜也好 土崩瓦解的过程 是习近平努力的过程 一个只拜托自己的 一个把自己塑造成神的 这么个东西 在他努力称霸人类的过程中 对等着天意的展现 习近平屡屡碰壁 就是天意屡屡展现 希望朋友能够从中 你能理解到 这是真正神在人间的展现 这个不是任何谁 努力出来的 所以捷克 捷克议长要待五天 他说对头算五天了 因为有个时差的问题 在星期四 将见蔡英文 那他带了这么个庞大代表团 包括捷克的市 市里面的各个城市里面的人 布拉格市长 是最早反共的 所以他们就跟对等的事与事之间有关系 布拉格终止了跟上海的姐妹关系 那开启了跟台北的兄弟关系 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了 所以89个人呢 今天开始分头自己干自己的事 但是他们的团长是议长带领的 那这个事就给中共就气疯了 所以王毅发出了威胁 说你们在以与中国14亿人民为敌 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4亿中国人就是14亿块肉 你们没有资格讲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上来就代表了你 因为他们有强权 他们用羞辱的一切的方式占有了你 对不对 这就是真正的邪恶的过程 邪恶的表现 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上一个议长被他们吓死了 那你今天再说付出沉重代价 捷克就不干了 召见大使你什么意思 你干嘛 你要再吓死一个 你厉害 对不对 你能把人吓死 你多厉害 而王毅 在发出威胁的同时 正在欧洲访问 结果这个王毅到了意大利呢 意大利的总理不见他 外长就说 你港版国安法啥的意思 到了荷兰的 荷兰首相不见他 荷兰的这个议会谴责他 到了法国 马克龙见他 马克龙就很特别了 但是马克龙见他也提到 你港版国安法啥的意思 所以现在就看德国 所有人也意识到 默克尔的共产党的因素 在他身上产生作用 太大的利益在其中 所以这就成为了 在整个今天欧洲的社会中 同样出现了这种交错 中核心都是在 你拒绝共产党 还是认图共产党身上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在现实的 我们现实看到的故事中 展现出来的 天灭中共的故事 同时间 在内蒙古 南蒙古爆发大规模抗议 这是美国之音写的 大概的故事 九月份开学 蒙古开学 内蒙古开学了 结果呢 在里面的中文教育 一些中小学教育当中 取消了蒙古语 他原来是双语教学的 蒙古语有他自己 本身的语言咯 这是蒙古人呢 那结果习近平给取消了 取消只许说汉语 不许说民族语 那在蒙古的就引起了 很成绩思汉的后裔嘛 就不干了 大家就抗议了 在抗议的过程中呢 学校是那些当官的 就是当多大官都是唯利是处 城管都是唯利是处 你看他特横 他就是一个破城管 他一个月能挣几分钱呢 但他觉得有权力啊 所以都是这种强奸者的心态 那学校一样 他就把学校门把学生给关了 结果有个学生呢 憋不住自杀跳楼了 摔死 叫呼和浩特 有一个城市叫二和浩特 大概是 中学的学生跳楼摔死 那这个事就就起来了 所以包括老师 包括学生 就大规模抗议了 学生冲出去 那有警察来 结果学生家长 再加上这个老师 就把这个警察给打了 故事还在过程中 今天刚8月31号 正式开学还没有 一个民族的语言 这是民族的根 语言 它是神给予人的 把每个民族分隔了 把每个民族分隔之后 它使得这个民族 保持自己的纯洁性 它有着这个民族的纯洁 又有着这个民族的骄傲 有它自己的东西 对不对 语言消失 这个民族随即将很快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想磐石掉一个民族 一个是通婚 一个是消灭它的语言 就可以了 通婚就是咋种嘞 对不对 他习近平用汉人 去占领新疆 占领西藏 占领香港 不开玩笑 那个单行政就是这个 把香港的人权混了 然后今天占领蒙古 来表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他的眼睛中 这话很难听了 他要把所有这些民族都砸了走 但他是什么种 在共产党的背景之下 共产党人北京话 就是因为他信他的祖宗叫马克思 他们死了都见马克思 不见他们的祖宗 你说他们是不是咋种 这是北京话骂人最狠的 但他们切切实实在干 以党的名义 以国家的名义 大家听 我跟你说 那些文化人去看这个问题 你这样不尊重人权 他笑话你傻 傻书呆子 什么人权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毁坏人 毁坏人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没资格讲 人是神造 一个肉眼凡胎 一个诡计从生 一个胆小如鼠的东西 怎么能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他跟神比天高位 所以这个做法就是种族灭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见